有週刊爆料 簡聯查扣沈慶晶的帳策裡面 發現了前台北市長黃大洲 他在名單上 實際回顧整起事件 金華城的建立是由功轉傷的 而在黃大洲市府時期 他私下跟沈慶晶 跟柯文哲的關係相當密切 看說現在黃大洲也被列在這個沈慶晶的 面對金華城問題 民眾黨立委黃珊珊低調不願回應 但有媒體爆料 檢調查出沈慶晶 有一本論功行賞帳本 前台北市長黃大洲也在上面 這真的是非常驚人 沈慶晶如果他的檔案也出現 他的這個數字 是出現很多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在金華城案子上面 有協助過的人 我想這真的是史上最醜陋的 一個官商勾結 被稱為客友有聚會的 金華廣場動工典禮 黃大洲夫婦也有出席 當初金華城本來是工業用地 就是在黃大洲臺北市長任內 由工轉商 給予了三分之二的容積率 黃大洲卸任後 曾到威京集團的沈春池基金會 擔任董事 跟柯文哲和沈慶晶都關係良好 在拿到建築執照的隔一天就來舉行 那這一些人都跟金華城有關 那這一些人剛好也都跟柯文哲 關係非常密切 是不是這一些人的建議 讓柯文哲起心動念 送給了金華城八百四十趴的容積 根據週刊報導 監連查扣帳策 共編列兩筆公關費用 一億八千萬跟兩億五千萬 二零二二年八百四十趴的容積率 確定後 論公新廠帳策上 就有黃大洲兩百萬元 現在金華城的弊案 越查越多的市政 揭露在社會的面前 藍白河在金華城的弊案上 本質上 他們就是密切合作的 實際致電黃大洲 沒有接聽電話 金華城案不斷延燒 從柯文哲一路往回燒到黃大洲 過往金流一一遭到檢視 記者照觀光 郭文維文報導